政府打房是打到建商赚饱饱吗 因为A咖建商现在年终传出 可能超过10个月 不只是网友狂酸 连房仲业也大喊说怎么差这么多 因为今年的房市交易量 创下了23年新低 房仲的年终都变少了 甚至还要面临导电危机 重金腰电影女神谢金燕唱尾牙 还有宅男女神安心哑 这是房仲业的尾牙盛况 大建商也不相让 一年一度慰绕员工 获利网新付发很大方 去年发10个月 今年不受打房影响 有可能再加码 包括远凶长虹 年终至少都赚半年 A咖建商忘年终 就引来网友酸 原来打房打到建商 赚这么多布袋都装不下了 去年稍微差一点 但是两三个月一定都会有 不过房仲业恐怕两样勤 东森房屋往年年终 最好到四五个月 台湾房屋有两到六个月 永庆伤害四个月 住商也有一到三个月的水准 今年人在估算中还没公布 就因为今年双北市房市交易量 下探23年新低 估计台北市全年卖不到3.2万栋 新北市只有6万栋 房市走下坡 恐怕要走7年 下跌了两年 起码还有五年的时间 才会谷底返台 房产大佬抛出震撼弹 全台6000家房众门市 就怕倒一半 今年已经有600家 已经收起来了 大型仲介一年光是广告费 就得花新台币两三亿元 小房众难以生存 卷入淘汰浪潮 建商业 面对房市寒冬 房地产业如何过冬 将是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东森财经讯文 潘远旋成文杰 台北报道